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 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 是人际交往的黄金法则 任何人都希望被理解 被体谅 一个善于理解和体恤别人的人 都有不错的人缘 反之 一个不会换位思考 不顾别人感受的人 别人和他相处 起来就不太舒服 他的人际关系不会太好 凡是忍三刻 等三天 如果是恼怒的情绪 忍耐三刻 你可能就会冷静许多 等上三天 你至少不会再做出冲动的事情 如果是不愉快的心情 忍耐三刻 也许就烟消云散 如果是生活的磨难 等待三天 或许就能陷到新的希望 也许等待不会改变现实 但是能改变自己的心态 这就足以去应对一切棘手的难题 悟空 师父 我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 无师 世界本来就丰富多彩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因果都有 如果完全公平 岂不是很无趣 悟空 您倒是想得开 可是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 还是真的做不到慈悲 无师 你是莫明白因果与修行的关系 如果明白了 你自会抉择 悟空 这个世界就是因缘俱合的结果 这个我知道啊 无师 你只知道一半 而且比较泛泛 针对于每天的生活 你要知道 别人如何带我 那是我的因果 我带别人如何 才是我的修行 悟空 哦 原来这才是我们每天修行的功课呀 无师 没错 别人如何对你 已经是因缘俱合的结果了 无法改变 但作为修行之人 我们怎样对待他人 确实可以选择的 也是未来之事的因 不可小事啊 悟空 嗯 这下我就完全明白了 谢谢师父 在生活中 人往往容易原谅自己 为自己开脱 找借口掩盖自己的过失和不足 倒是常常责怪别人 把失误或者过错归咎于别人 这样 不但自己失去了反省自己 和找到自己不足的机会 而且 也会引起别人的反对和埋怨 甚至是增恨 放下自我 多责备自己 少责备别人 有过失主动承担 就可以远离怨恨和纷争了 凡是不成功 必定自己有失误 人皆有长处 只看到别人缺点 是自己的修养问题 所谓锤子眼中 所有人都是钉子 多看别人长处 少说别人坏话 如此才能为好人 收获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要借口 不要解释 以批评别人的心情来批评自己 以宽容自己的心态 去宽容别人 宁可沈默 也别说破 做人 不能多说话 而要会说话 不懂时 少说话 懂得时 说少话 做人 宁可无言 也别贪话多 一不小心说错话 两两相对就尴尬 做人 宁可沉默 也别说破 或从口出的道理谁都懂 有些话只适合藏 不适合说 看清一个人 没必要拆穿 看透一件事 莫必要说破 心里明白 嘴上不说 这才不会伤到自己 得罪别人 做人 宁可糊涂 也别化牢 有些人看起来 莫表面那么友善 还没多熟 就喜欢跟对方说一堆 逢人只说三分话 不可全抛一片心 倒不如糊涂一点 学会大智若鱼 这样才能过得舒心 活得安心 做人 宁可低调 也别高调 保持低调的状态 说谦虚的话 高调做事 低调做人 这个社会 真正的强者 从来不会炫耀金钱财富 身份地位 成熟的卖穗 永远是低下头的 做人 宁可赞美 也别伤害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不要用语言攻击别人 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 适当地赞美他人 别人开心你也开心 赞美别人引以为傲的事迹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做人 堂堂正正 做事 有时有终 学会说话 说好话 是人一生中必修的功课 好好说话 开心过一生 另外 做人 在这三重情况下 一定要学会 闭嘴 第一 极度生气之时 人在极度生气的情况下 说出的话 往往毫无理智 最是伤人伤己 明明是自己讲出的话 事后恢复理智的时候 却让自己 都难以置信 后悔莫及 极度生气的时候 最好能够自己冷静片刻 忍住说话表达的冲动 给自己留点余地 也不给别人惹火上身 得罪了别人 犯下大错 第二 受到挫折打击之时 人在受到打击 挫折的时候 最容易深陷黑暗之中 看不到希望 这时候说的话 除了丧气 还是丧气 越说越悲观 越说越难过 最后导致自己走不出来 生活越来越差 一个人受到打击和挫折 现在消极的环境中 可以和好朋友到新的环境散散心 做一些新的事情 会发现生活 还有很多新奇的事物 人生的美好那么多 需要你去看一看 才能了解 第三 听到好消息极度兴奋之时 每个人在面对喜事的时候 请客间都是极度兴奋的 这个时候 也往往是人容易失态的时候 如果周围的人是熟悉的还好 如果是怀有敌意的 最容易被对方趁虚而入 人生无论是何重情况下 在接受到新信息的时候 都需冷静片刻 给自己接受的时间 让自己进入状态 然后才能妥善安排之后的情况 不至于好事变坏事 坏事变得更坏 虽然生活是自己的事情 不必在意周围人的眼光 但只要活在俗世之中 就要和人打交道 就要对周围的人 有所顾忌 有所考量 然后才能正常生活 否则人生已然是寸步难行 俗话说 心直口快不一定是好事 但是学会闭嘴一定不是坏事 任何情况下 少说话 多观察 准时没错的 生活中多半的人都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往往说话的人不经大脑 而听话的人却入了心 然后不同的理解 便有嫌隙和矛盾 只慢慢老去的我们 花开花谢 潮起潮落 不经意间 我们正走向人生的后半场 从咕咕坠地到两宾染霜 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 接下来 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 取决于我们的体魂 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 第一 不要怕被周围人遗忘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论平民百姓 或是帝王将相 最终都会淡出公众的视线 遗忘 是一种生命的常态 也是告别过去 迈不向前的最好方式 美国前总统 柯林顿卸任后 放下身段 东奔西走 频繁到国内外进行演讲 所得收入不仅付清了过去 打官司欠下的费用 还偿含了华盛顿 和纽约两处住宅的贷款 我们这一生 总是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和意外 有助太多的无可奈何 和迫不得已 曾经格外重要的人 也有疏远的一天 曾经无比闪光的记忆 也有遗忘的一天 被遗忘不要紧 要紧的是过好自己的余生 第二 不要老挝在家里 王为曾言 晚年为好境 万事不关心 很多人将其视作作用名 但是现代人对这句诗 往往有所误解 把所谓的静当成不动 这不是静 而是自我的静骨 我们一起 看这首诗的下阙 是怎么说的 松风吹解带 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 鱼歌入谱身 爬山 乘凉 弹琴 唱歌 王为的静 是心静 而他的生活 多姿多彩地令人羡慕 经常去户外走走 适当地进行一些科学锻炼 不仅能够增强生命的动力 还能够增长剑吻 许多人发现自己和子女之间的代沟 越来越深 共同语言越来越少 很多时候 孩子在谈论些什么 我们常常听不懂 多出去走走看看 多接触新事物 纵使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 但是绝对能提升生命的宽度 也能拉近自己与子女的距离 绝对能提升